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朱雅琪 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 我很喜欢拍照 也很喜欢在澳门这个小城里漫步 尋遍街号 角落 尋找一个又一个的小城故事 然后 把每一个小城故事呈现在大众面前 而我每一次访问完 都会拍一张照片留在纪念 将每一次的回忆 贴到相簿上面 老板 咸鱼怎么卖啊 小时候 我家人常来这里买咸鱼 这个爸爸 他都买了三四十年咸鱼 见识了不少风浪 和我们的高低气负 小时候 我会有个误解 常常以为 已经没有人会再来买咸鱼 不过 爸爸跟我说 有时 都会有客人来买一千多元的 而且 还有些熟客生意组 在和爸爸的对话里面 我明白到 从事这个行业 要有新 才坚持到这么久 每日放学 还会路过一间小小的糖水铺 这间糖水铺叫做朱记 是由一位婆婆经营的 是我小时候 我家人常常带我来吃糖水 而我最喜欢就是这里的糖不脱 隔了这么多年 糖水铺的价钱 依然停留在我小时候 在这里 已经不单单纯地吃糖水了 而是品尝着澳门的人情味 在澳门做铁器做了几十年 见证澳门的繁华盛世 他跟我说 以前的澳门只不过一条小小的渔村 生活比较落后 生活上平都比较低 不过回归了祖国之后 在祖国庇护下 澳门一步一步的强盛起力 变成现在这个繁荣安定的小城 密集的人潮 繁华的都市 这些都是祖国为我们带来的 对于我来说 祖国就是天上的太阳 用你的光辉照着我们 温暖着我们 没了你 我们都无法生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